原标题解放军军营开放有新规军迷们有望登航母参观 环球网军事10月13日报道 环球时报记者郭元丹 长期以来内地军迷对香港民众有机会在节假日走进解放军军营甚至登上航母的机遇羡慕不已 而根据12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开放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如今这个梦想在内地终于成真 一名中国相关人士12日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未来军迷们上航母参观将只日可待 官方媒体12日公开办法全文 其中规定了军营开放的主体内容对象以及时机 该办法卫星形式下部队 军营向地方有序开放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位匿名专家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表示 根据规定军营开放主体式军队哪些军营能开放哪些不能开放哪些内容能开放哪些不能开放都先由军队按照程序主体研究确定军营开放对象主要面向中国公民除今批准可以向外国人开放的单位外其他单位不得向外国人开放不过按照规定军营开放单位应当会统 从省军区系统协调驻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确定参观人员并组织对参观人员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和安全检查 与此前军营开放日活动相比较办法中规定的时期更多地区也更为广泛开放单位也更多 近年来很多部队都根据各自情况举行军营开放日活动 比如海军节空军节建军节在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进行军营开放试点接待数万人次参观 最常态化的军营开放日是在驻港驻澳部队驻港部队每年七一都要举行开放军营活动深受香港居民欢迎 未来到底会开放哪些部队呢?办法明确规定军营开放单位一般在驻城镇市区或者郊区的施旅团级单位中选定 事情从驻城镇市区或者郊区具有独立营区的建制营连级单位中选定军营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主要来自施旅团级单位辽宁舰 航母052D驱逐渐都是符合标准的 而且这些舰艇都是移动的军营可以直接驶入繁华城市的港口 码头考虑到辽宁舰此前已在香港举行了公众开放日因此军营上航母参观一定是指日可待 一名相关人士1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办法出台显示出解放军正由一个较封闭的团体走向开放透明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解放军越来越国际化 世界很多国家都定期举办军营开放日 此举展示了中国军人对自身形象越来越自信 更勇于和社会接触 与此同时这种开放也能促使军人景象和地位的提高 而且军营开放日活动的常态化举行 本身就反映出政府对国防教育越来越重视 投入越来越大 该专家也表示 办法出台有利于利用军队资源引导和强化民众的国防意识 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并保持了军民与水情的一贯传统 对增强军民军政关系有重要意义